从1月底开始举办至今 在吉吉绿色隧道中光环境设施 黄金隧道已经圆满闭幕 为了保护绿色隧道中的张树 吉吉正工所特别拆除张树上面的灯具设施 并邀请在地居民与学生举办谢树礼肥的活动 工所针对我们绿色隧道来进行谢树礼肥活动 这个活动是因为我们今年的吉吉灯会 因为在我们绿色隧道有布置这个光环境 这段期间这几个月 我们的灯还有光线都一直照在我们的绿色隧道 希望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展期之后 我们也要感谢我们这个绿色隧道的这些张树 让我们来进行这个光环境的布置 吉吉正民代表也指出绿色隧道相当出名 这次县府不但补助500万来办理黄金隧道 在结束后也邀请小朋友办理谢树礼肥 也相当具有教育意义 非常感谢正工所有这个想法 请爱聊国小的小朋友一起来互数 然后让这些原来的风貌会比以后会更好 让大家在我们绿色隧道的话 享受一片不一样的空气 然后这一次我们那个谢树礼 因为只有我们爱聊国小的小朋友 来这边帮我们举行一个谢树礼 非常感谢也非常感谢我们这边的居民 他们的那个用心 来尽量来配合我们那个 就是来推广我们的绿色隧道 先议员陈淑菲表示 灯会为吉吉正带来许多经济效益 因此在结束后不但帮忙拆除灯具 也办理谢树礼肥来感谢张树 黄金灯会带给我们摘一顿这么多UK来到这里 让我们摘一顿的顶面也有一些生理上的收入 所以今天我们爱聊国小的学生就来配合 一个顶空所所及的卧档 就是今天在我们柴顶会的过程当中 顺便来做到把这些渠望做到一个思绘的动作 大自然的环境相当珍贵 陈英元也期望只有简单的谢树礼肥活动 来达到教育的意义 记者邱平易积极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